第二十題 二十題二十一題是題組 李化老師給制搖八張牌卡 如附圖甲道芯 探討帶鎮電玻璃棒 如何以感應起電和接觸起電的方式 讓金屬球帶電的情形 請回答二十到第二十一題 第二十題是問 請以感應起電的方式 依序排出玻璃棒使金屬球帶電的步驟 那麼首先要有一個不帶電的金屬球 那麼感應起電要透過靜電感應的方式 要有一個帶電體靠近金屬球 然後近端生異性電 遠端生同性電 接著感應起電的步驟是要接地 接地的時候呢 我們遠端的同性電就會消失 然後只留下近端的異性電 跟我們的帶電體互相吸引 最後把我們的帶電體移走 金屬球上面的電荷就會均勻分佈 所以我們發現我們次序是 即以甲物餅 所以第二十題說 請以感應起電的方式 依序排出玻璃棒使金屬球帶電的步驟 我們答案選擇是豬 即以甲物餅